传统服饰 它的失传是一种使用上面的失传 不是说工艺上很复杂 而是我们审美的流变 或者说我们很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们曾经有这么漂亮的织物 我其实在上学的时候 就对传统服饰非常的感兴趣 经常去查阅一些古代服饰相关的资料 我觉得基础研究其实还是相当不够的 传统服饰实际上它的丰富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目前大部分的服装它还没有出土的实物 它也没有一个很考究的复原 然后我就很好奇 它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一比一地还原 不仅有衣服还要结合妆容发型 包括它的日常的起居 我的工作更多的还是历史文献和服装的一个对照 2019年末我们举办了一场2020中国历代装束秀 把这个先情到清代的服装一共有38套都一一地展现给大家 那一天就是我们心情都非常激动 它是一个契机 它让我们就是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然后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想要跟我们一起联动 这件就是一个沙衣了 唐代的也有那个传说说外国使神 透过了七层沙衣还能看到唐代的官员身上有一颗痣 我们接下来其实想复原的是一些历史上面我们比较少见 但是又非常独特的服装 比如说皇后有的时候会穿裤装 这个裤子非常非常宽薄 最后就拖在地上 扩充大家对于历史的一个想象 这面上今天流行了什么 明天流行了什么 这个是不可测的 但是历史真实的服装它是固定的 我们只有去追根溯源 去正本清源 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往后去发展 我觉得我们只是在发挥自己的特长 去做我们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